所以我一定会把市长的职务做好 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把握市长热恋的每一天 因为新竹市长高宏安 准入社谈案 24号就要一审宣判 隔壁的新竹县长杨文科 同样社谈遭起诉 尊重新竹县政府的一些回应 还有新竹杨文科县长的回应 即便高宏安杨文科 有多项县市合作 但不是自家家务事 高宏安不好表态挺或不挺 但国民党主席对自家人 确实相信到底 再次强调杨文科县长 没有说会 我相信在法院一定会还 想现场清白 我对林姿庙县长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没有说会是啊 挺杨文科一旁的林姿庙也被cue 对比过去莱恩要正文燦辞职 如今的声援IP双标 自家人都忍不住提醒 当时我们这么言语待人 我们也应该言语立即 希望国民党能够有自己一贯的标准 新竹县市长同任期内遭起诉 虽然都是违反贪污制罪条例 但并非都在一审被判有期徒刑 就会即刻解职 高宏安被指控释犯的是 贪污制罪条例的利用职务机会 榨取财务罪 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以上 就会停职 徒立罪者 例如新竹县长 杨文科被指控的这个情况 是需要经过二审判决有期徒刑以上 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才会有内政部停止其职务 会辞职啊 会投入补选啊 或者是会交棒给谁 都是一些真的是空穴来风的谣言 杨文科被以徒立罪起诉 需等到二审判处刑期才会停职 不过通常到二审 县长任期也结束 新竹县市长的乌纱帽 保不保得住 暗民不同 影响大不同 参数还审许圈台北 裁缝报导